老花一美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有说 老花一让给你养花学半年了 是因为养的 是因为是养的很旺在 但是新长出来的叶子不怎么平然咋回事 家里边有运动吗 烫一烫 他不平就不平 老了以后慢慢的长着长着 他不就舒展了吗 小时候不都给你长不开始的 你看我长大了以后长得多开着吧 都裂开 外瓜裂长的 像一个臭宝 35买了一份蝴蝶兰感觉是染的 买了一冬不亏吧 这个这个 真是染的 这吧 这个真是染的 这就是这些白色的蝴蝶兰 然后这染的颜色 你让我评价亏与不亏 其实35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格 像这种蝴蝶兰出货的话 也就十几块钱 35也就是含泥 中你十来块钱吧 也不算很多钱 好吧 没事啊 没事 那下一个臭宝 荣素 变子被冻了 是变子了以后才被冻的吗 这钻冻紫色 它不冻绿色 夜来香 上一天16度突然零下6度了 还有抢救吗 这个看天命了 近人事听天命 不过呢 这些叶子大 有很大的可能会脱落 因为这已经是一种冻伤的一个体现了 你看旁边月季就没事 这个没办法 只能看天命了哈 看天命了 你可以搬到屋里边 那他缓缓 能行行 不能行是吧 老花爷 我又来了 投稿了 那个什么 一堆一堆改进香 还什么浇水 浇水不是定时定量的宝贝啊 哎呦 不是定时定量 没事 你只要是咱记住了 老叶子脱落一片两片 没事 你可以把下面的叶子都撸了 只要是他新叶子在长 就没事 像秦也容这个东西 好吧 你不要是定时定量的去给他浇水 哪有这么着 跟人一样 还有定时喝水的 不都渴了就喝 不渴不喝吗 是吧 植物浇水一个道理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有的话说 我判断不了 判断不了 就多喝点水 尿个裤子 你就能判断干湿了 你就知道哪样 哪样是哪样了 老花爷 问题宝宝 还想问问 红掌枯叶 然后不长花 是什么情况 你这个呢 是严重的水大现象 好吧 而且用到的这个土呢 可能出现了二次发酵 对植物造成了一个根系的一个损伤 好吧 另外他是怕冷 怕晒 怕热 好吧 他喜欢跟人一样 要温润一些 不要强光暴晒 浇水呢 也是干湿循环 你现在这个是水大 不排除很冷 好吧 哎呀 有的臭饱 真的是 老花 老师您好 北方水碱大浇水 浇花都半死不活的 花扑扑扑扑扑厚厚厚的水碱 怎么办 这个东西叫繁菲水 不过呢 咱们稍微简单的提一嘴哈 有的话说 用那个硫酸压铁 调节土壤酸链都可以吗 可以 但是硫酸压链呢 容易被氧化 形成三架铁 也就是生锈了 就跟那个铁锈一样 它是碱性的 它不能调节土壤酸链 反而还有毒 对植物来说 还有一定的损伤 就比方说 你被那个生锈的刀子 割个伤口是吧 它不也是容易得破肠风之类的吗 虽然有的话说 我在配合柠檬酸呢 你的配合柠檬酸呢 它只是为了单纯的一个调酸 而且成本和造价 时间成本也上去了 您呢 就可以用这个反肥水 好吧 别的没啥 今天养肥链就到这了 就是不说 就点个赞 过年了 祝大家过年好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